同学们,大家好啊 很久没有聊技术的话题了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说唱高音的时候 头抬高高的,对不对? 唱高音的时候,把头抬高高的 这样来唱高音,对不对? 有一个歌手,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就是老的歌手,叫费玉清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懂不懂 但他有一定岁数的话,应该都认识 都知道费玉清 他唱歌的最大的特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头抬高高 尤其到高音 半仰着头 基本上就是45度角了 我看真的差不多 你们去翻翻费玉清的演唱视频 拿着话筒 这个角度 一只羊的头 尤其一道高音又羊头 对,就是特别明显 就我们举他为例 就是说,像这个样子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唱 唱唱美声的话 这样行不行,这样对不对 当然费玉清他是流行歌手 跟我们这个不是一个领域的 虽然都是唱歌呢,但他是流行的 我们唱古典唱美声 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去说他好不好 因为流行 有他的风格 你喜欢就行 所以我们不去说他 对不对 但我只讲,以他为例 让大家容易理解 就是说,头抬高高唱歌是什么样 就像他那样 那对不对呢 答案是,不对啊 不对 这么唱肯定高音就不太好 为什么呢 当你唱高音的时候呢 实际上在技术上来讲 你是要进入头声的 我们讲你要进入头腔 你的声音要换声 进入头腔 或者说掩盖 之前我们有讲过 这个高音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声音要进高音 你要进头腔的时候呢 你很多时候在高音的这个技术里 你必须要用到这个厚烟壁的 你要用到高音的这个厚烟壁的这个力量 那么 假如说你在上高音的时候 你把这个头 抬高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动作 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它会造成你的声音 你的位置很难贴上去 你的声音的位置 由于你头抬高了以后 它声音很自然很容易 就从喉咙进嘴巴 直接就出了 就变成你的声音 喉咙一出来 你从嘴巴直接就出 你就比较难 贴着这个整个后 一直往上 上到这个高的这个 位置到了头腔以后 再打出来 所以它实际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影响 那你很难这个声音进入头腔 由于你的头抬得太高 改变了它整个这个形状 整个腔体的一个 一个形状 就被你外在的一个头的一个高 仰高以后 改变了它的一个 一个形态 所以就会造成你很困难 比较难的就是把声音贴到这个头腔去 它的影响是这样 那么你贴不上去 你高音就完蛋了 对吧 高音你一定要贴上去 一定要贴上去 到了头腔 这个才能获得一个漂亮的一个高音 那你高音的技术 就是另外的讲法 那么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说 只是针对这个 你头抬高这个动作 在唱高音的时候 它会造成 给你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就会让你的这个高音的动作 变得非常困难 比较难做到一个正确的 一个漂亮的一个高音 这是它的影响 所以在你唱高音的时候 头不要像飞行那样 这样唱 原来我曾经有看到过一个漫画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原来我这个 一个合唱团的一个团员 他发到了这个 这个一个群组里 一个漫画 漫画什么呢 一个女高音 他漫画就画一个 女高音歌唱家 在舞台上演唱 然后很胖 就他们概念中 就歌唱家一定要胖的 尤其是女高音 就是一定要画成一个大胖子 别人对歌唱家的理解 可能多数人这种概念 就觉得全是胖子 很胖的女高音 然后他那个漫画的边上写了一个 嗨戏 比如说这个女高音 当时在唱嗨戏 那嘴张的巨大无比 那嘴张的 就像狮子要吃人一样 张的巨大无比 然后呢 最重点就在这里 他唱这个嗨戏的时候呢 这个漫画啊 这个肥大缩大的女人 然后嘴张的巨大 同时他的头抬得很高 就头抬得很高 就类似飞行啊 飞行那个 45度角往上抬 然后嘴开很大 一个大胖子 女高音 大胖女人 写着一个嗨戏 就说他在唱嗨戏 就讽刺了 我不知道他不是讽刺的意思啊 那个就说唱歌唱家都都 就这个这个样子 又胖啊 在台上啊 那个形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讽刺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头抬得巨高 然后我当时 我一看这个漫画 我就很有意思 但是 说明他不懂唱歌 肯定不懂唱歌 这个漫画呢 他只是以外行的这个角度 来这个看歌唱家 他觉得应该就是这样 哎呦胖 然后嘴很大 然后啊 就感觉就是 他就化成了一个 头很量很高 然后我马上就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合唱团就回复 我说 我说这个这个漫画的漫画家一定不懂唱歌 他肯定他不知道声乐的 就你在嗨戏的这么高的 嗨戏的这么高的音上 这个你唱的时候头怎么可能 那样那么高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歌唱家 看YouTube 你去看这个视频 全世界的歌唱家翻出来 你看看能找到几个 再唱到如此高的高音的时候 歌唱家头可以抬那么高的 我反正没见过 你可能 你可能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那也是极个别 反正目前为止我是没见过 你说稍微有一点点台可以接受 他抬得很高 就就就完全是 所以所以我说他肯定不懂不懂 我就当时给这个 这个群主力我就回复说 这个这个妈妈肯定是不懂歌唱家 不懂得声乐才会化成这样 那专业的你 专业的人士你看 你是这个不对 不对啊 你破绽了 对吧 这个我们是从这个 专业的角度来探讨这个 这个头台高高这个问题 对这个歌唱的这个 对高音的这个影响 就是不太好 所以当你唱高音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不要像飞行那样 头台很高来唱 那么你可以任何时候 你实际上你的你的头 你就是我们正的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都你叫张嘴唱 他的头的这个高低知识 知识肯定就没有问题 当然讲过来就是说 你要是想 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微台可以 中低升区的时候 你头略为略台 因为他没有到高升区 他不需要进这个 这个高音的这头腔的时候 你你头略台一点点 这个让声音更加 很容易的这个整个开放出来 这个实际上有一点 是不错的一个一个姿 姿势啊 嗯 但高音的时候就不要拍太高 同时呢这个低音的时候 低音我们唱低音的时候 又也是有一个问题 有些同学就会一压 这些歌手他就喜欢脖子梗下来 梗着脖子低下来 各种理由吧 可能有些人他想为了 觉得把喉咙放下 放深 可能他觉得这样是放深 这个也是错觉 这个是就梗着脖子 那不对了 那个总之中低升区 你千万不要梗着脖子 不要低头 低太多 不要梗住 所以 中低升区你可以适当的 哎 略微一点点抬头 会更会更好 然后 到了高升区 哎 你你把它放平 一点点也是可以 千万不要太高 好 这个大概是 头的这个 高低的这个 姿势啊 会对歌唱 他他会有影响 还有一个补充的是什么呢 哎呀突然忘了 哎呀忘了 sorry 想不起来了 还有一点 我刚才本来想说 这实在是 讲到这我就忘了 好吧 那就那就 想起来下次我再补充 好 好 进来就来这里